大家好, 現在多了香港人要移民過來, 可能都未見過一般北美洲會用的電器 特別是爐頭方面, 由香港的煤氣爐,石油氣爐, 火水爐, 那些叫明火的, 可能你會用電磁爐 但這種就是加拿大, 或者北美洲比較普遍, 它是用發熱絲的, 發熱絲的爐, 整體來說都是這樣的形狀 一個爐,爐面, 接著有個焗爐在下面, 最底層是一個櫃桶可以拉出來放雜物 焗爐這方面, 主要爐就是這樣, 最舊款的, 它是用電的, 最舊款的就是真的有發熱絲, 給你面前看到一個個線圈 分開, 通常都是四個爐頭, 我們就很少會用到四個, 通常兩個都很頂的, 三個一起用, 基本上沒有可能 四個更加不會有, 先講個爐頭, 最主要就是分開玻璃面, 或者是見到剛才說的發熱絲 發熱絲那隻就是最便宜的, 亦都是最傳統的, 好處就是它的價錢便宜 發熱絲壞了, 你可以隨便換一個餅, 分開四個鐵餅, 一個圈, 你可以隨便換, 亦都很便宜 20元左右買到那塊鐵餅, 但它有個不好處就是, 因為每次炒完東西, 要放回鍋子的時候, 你會搖到一條發熱絲 發熱絲有個插座, 很多時候就在插座那裏送, 令到發熱絲就會燒的機會, 其實就快一點, 因為你會震到它 而這隻有個玻璃面的話, 全都是玻璃面, 你不會見得到那條發熱絲, 可以這樣說 摸不到它, 每次炒完東西, 或者放下爐頭的時候, 就不會拍到那條發熱絲 燒的機會就少一些, 但一燒的話, 維修的費用又會貴一些 就要拆開玻璃面板, 整個插座, 在裡面來換 如果買新的, 大約是200元左右, 那塊線圈 如果買二手的, 一百幾十都會找到 一般爐就分開了, 以前的就多數是白色, 或者是黑色 就像我這個一樣, 就在裡面加了少許, 假裝是不鏽鋼的東西 其實是銀色來的, 這個是假裝的, 那個好處就是, 清洗就容易一點 因為它只是一個面子, 墊上了一些顏色 如果是不鏽鋼的話, 就可能真的會留下指毛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不鏽鋼面, 你買爐頭的時候, 試試它 印著手指, 看看會不會有手指毛留下 要不然呢, 你要經常抹的, 要不然它很容易, 每個手指印很噁心 電爐的按鈕, 通常都是在後面這裡 因為方便小朋友摸不到, 比較高 但一個不好處就是, 譬如你前面放了一個鍋子 在煮東西, 你要去關鍵, 或者開個鍵的時候 你的手就要橫跨前面這個地方 那沒那麼方便, 你的手要伸到很長 另一款呢, 就會把鍵放在前面這裡 好處當然是近, 你容易一點控制 但相對就容易被小朋友摸到 所以看你家裡有沒有小朋友 要不然他容易摸到鍵, 開了或者關了, 就會有危險 另一種呢, 就是煤氣爐 它真是你在被市民搭一條煤氣喉上來的 煤氣爐也好, 但煤氣爐的鍵一定在前面了 因為你要控制鍵的時候, 你要跨過面, 它會有安全問題 因為有火力直接在燒著, 怕你會燒到三袖 所以, 逢親煤氣爐的鍵就一定是直接在前面的 一般的爐, 壽命都可以有十幾年都可以的 只要爐餅不是燒就可以了 一般會燒的, 通常用得最多的那個 可能對我來說就是這個, 這是最大火力在前面的 另一個大火力在後面這個 一個對角, 因為在裡面藏起來 其實很少會用的 當你選購爐的時候, 第一, 你要視乎房子 是不是已經控制了一定要用煤氣爐, 還是電爐 決定了, 如果是電爐的話, 你又再選擇 這塊大火力的位置, 是在這邊, 還是在這邊 因為兩邊不同的, 如果大火力在這邊的話 就太近我那些醬醋油鹽的工具 我這邊是空的, 所以我就 適宜有一個大的爐餅 我叫做最大火力的那個, 在這邊的位置 其他沒有什麼特別的, 譬如這個鍵 這個爐的控制電力的鍵就在這裡 這個就是前面, 如是者 四個鍵就控制四個爐餅 接著就到, 中間這個控制板 就是控制焗爐, 大焗爐我都很少用的 通常用AIRFLY小小的, 或者一個小焗爐焗一下 一個多士, 大焗爐, 你的空間這麼大 就適宜是焗火雞, 或者很大塊牛肉, 要一些火力很平均的東西 大致上爐就可以這樣分, 那好了, 講牌子哪個好呢? 因為市面上有個品牌實在太多了, 我只可以簡稱為 韓國牌子, 和美國牌子 基本上是這兩大類 美國牌子呢, 是耐用一點的 韓國牌子呢, 在早期一些都會OK 但是後期呢, 就開始有很多花神的東西 例如一些電子感應器, 有很多電子的零件 可能出廠設計得太急, 都出現了問題 所以如果你買家居的, 我們叫四鍵頭 有啊, 爐頭, 雪櫃, 洗衣機, 乾衣機 最多就加上洗碗碟機, 就五樣啦 這幾件機就叫大電器 美國牌子, 經驗上就覺得比較近一點 韓國牌子就有機會多一點 但是它的設計呢, 因為好看 很多人都是貪我買這間新屋 我想它裡面的東西, 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就是要這個顏色或者其他東西 但是到最後呢, 就發覺 它設計上很多時候 有時一兩年就壞了 一個雪櫃, 譬如一個雪櫃可以有十幾年壽命的 它可能兩三年就已經不行了 那你要真真考慮一下 呃, 還有什麼呢? 沒有啦, 因為當那幾件頭的電器 你是因為顏色來 match 你要買同一個品牌的話 到最後, 如果有一件壞了 你就很可能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忍痛, 到底是不是其他都換了它 或者就會很奇怪 你的雪櫃跟爐頭 不太 match 看你自己介不介意這件事 OK?